中国历史上六大神奇预言 说到神人 诸的量自然是聪明决定 但在我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 曾出现了为数不多真正的神人 他们可以未卜先知 洞悉天机 小编今天为大家盘检了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六大预言 以供各位品读 六 鬼谷的计划预言庞宣与孙宾的人生走向 鬼谷的用马兜林和黄菊 这两朵花预测两位弟子的人生走向 根据庞涓采下的花渐日而为 预言他最后成就功名的地方在魏国 根据孙宾波下的黄菊青霜不坏 预言孙宾的人生中途遇到挫折 但最后可以回到故乡齐国成就仪式英明 回谷的是一位奇人 通天彻底 人不能及 二千多年来 兵法家尊他威兵省 纵恒家尊他威始祖 算命瞻国的尊他威祖师也 五 江子牙的乾坤万年歌 江子牙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被神化 作为青州八百年的第一功臣 江子牙有乾坤万年歌流传于世 乾坤万年歌与其他预言相比 或许没有特别出奇的地方 知名度也不是很高 但是也足以惊艳一把 天地万年歌全文七百七十字 预言了我国各朝代的新衰成败 预言了三皇古籍之后 中国五千年的国运变迁 四 花嘴夫人欲知宋太祖之死 可能大家对花嘴夫人感觉比较陌生 她可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才女 其美貌与才华于一身 大文豪苏史曾有诗赞叹 兵姬玉骨 自清凉武汉 可见花嘴夫人的美貌非同一般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赵匡印 因迷恋花嘴夫人美色与才华 设计谋害了她的丈夫 从而占为己有 并册封为贵妃 公元九百七十六年 赵匡印与其弟赵匡义北征弃丹 同肃而眠 但意外的是第二 天早上无缘无故死 真相实际上是她的亲弟弟 谋害了她 企图团夺皇位 后来这件事成了竹营复生的典故 传言这次宋太祖之死 花嘴夫人有过案说 她在自己房间挂了一幅画 画上一个男子手握弓箭 说是宋子神仙张仙的画像 可实际上 她是在暗示赵匡印 是有人企图谋害你 可是宋太祖怎么能明白其中的深意呢 但毕竟花嘴夫人预知了宋太祖之死 三 经典伟书预言为国取代东汉伟书 是汉代依托族家思想所著 一般用来预测人是吉凶以及朝代的兴衰 在东汉末年十分流行 让人称奇的是 书中就有鬼在山 和女蕴 王天下的预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魏字的结构 正好是由鬼和女三个字组合而成的 并且最后得到天下的正是曹氏一族 曹操之子曹丕窜建立位 用魏国取代了东汉王朝 这完全应征了这一句神奇的预言 二 刘伯温的烧饼阁 相传明朝的时候 有一次太祖朱元璋正在吃烧饼 突然有人禀报说刘伯温求见 朱元璋当时不知怎么的 兴致突然就涌上心头 想考一考 刘伯温到底有多大门难 究竟能伸到什么程度 于是先用盘子将烧饼盖住 方才恩准刘伯温进届 刘伯温到殿之后 朱元璋便开始发问了 先生申明树立 可知盘下是何物 刘伯温面不改色 手指捏算了 几下的回答说 半四日起半四月 曾被金龙老一缺 一臣之见这碗中乃烧饼也 朱元璋清后龙年大月 夸赞刘伯温乃百年不遇知其才 因为这件事烧饼阁便被传送开来 而且烧饼阁里的预言也都一一验证 可谓是神乎其神 一 李淳风和袁天刚的推背图在唐朝时期 推背图在民间已经流传开 盛行一时 正是旧唐书记载 唐太宗看到一本密记上说 唐三是今后 则女主武王代有全国 于是召唤李淳风前来询问 李淳风告诉李世民 这是天术 并且这个女人就在皇宫之中 三十年后称帝 并残害您的子孙 果然如书中所言一致 三十年后 武则天登基称帝 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 也是最后一个 自古民间传言李淳风 推算到了千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当他计算了第五十九项的时候 他的好朋友袁天刚推了一下他后背 说道 天机不可羡慕 就计算到这吧 因此李淳风把这件事化作了一幅画 并提诗 苍茫天术此中求 世道心衰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修 所以这部预言也就被称为推背图 影响甚远 由于推背图中有关武则天成帝 还有安史之乱等事件的预言非常紧缺 简直可以准到让人怀疑人生 所以到目前为止 对这部预言的争议一直存在 很多人都怀疑事后人故意造假 所谓世界之大 无其不有 或许真有天命玄机 或许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但可以肯定的是 每一个神奇的预言背后 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们有幸能够品读这些历史故事 也算是人生一大快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